正定里头不但有清净 而且还有平等 因为你不平等 正定得不到 正定就是清净平等 正念就是觉 那怎么无量寿经 经体上有 中国人讲真诚 我们把这两个字 作为菩提心之词 佛在经论上讲菩提心 不好懂 我用变通的方法 大家容易体会 我用真诚心 是菩提心之体 清净心 平等心 觉心 是菩提心的自受用 自受用的 一般经能叫身心 古大德对身心的解释 叫好善好德 我们也不容易理解 我们用无量寿经的经体 这就很方便了 清净不受用 平等没有动摇 这就不迷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一定要实时提起 不被外境所转 文言经上讲 若能转境 则同如来 那就相似了 很像了 佛菩萨 不会被境界转 我们要求 万一齐心动念 怎么办呢 立刻要关照 功夫提起 那就是救 所以说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念为什么会起呢 习气 无量借来 养成的习气 哪能不起呢 不起你不就成佛了吗 那你是凡夫 肯定会起心动念 佛知道 清楚的很 这一起心动念 立刻就警觉到了 这就救 警觉到什么 把念头转过来 我们念佛的人转什么 转阿弥陀佛 下一念 阿弥陀佛 我念阿弥陀佛 通通归到阿弥陀佛 就摆平了吗 这叫真修行 这叫会念佛 所以念佛 你会不会 那会念 这叫功夫 你看 把你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全打掉了 一句佛号 取耳耳代之 这就会念佛 念久了呢 念久了的时候 六根在六成经界里 见色闻身 就会不执着 不分别 不起心 不动念 那就成功了 能够念到 不执着了 那叫功夫成片 念到不分别了 叫四夜心不乱了 念到不起心 不动念了 就是理业心不乱了 那理业心不乱跟禅宗的明星渐行是同个境界 你就超越了嘛 除了这些功夫 跟一切大乘法里面 同一个原理原则 但是净土还有特别殊胜的 那就是 阿弥陀佛 本愿力 加持你 这个是其他方法没有的 阿弥陀佛 本愿力 你只要有小小一点功夫 对这个世间 五语六成 明文里 真能放下了 贪嗔痴慢 能放下少分 不是完全放下 能放下那么一点点 常常保持保持清净心 相似的正念正定献献 就决定的神经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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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